下面一条线路的话就是南线的第三条线 也就是反方向走的线路 从NPA出来以后呢要左转 因为现在NPA关了 所以我们没法掩饰 前面走的话看到这个标 告诉你前面是双向道 要注意 往前走的话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线速 这边是小区路50公里每小时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了4Way Stop 然后我们就要注意 然后这里我们要Tur Right 4Way Stop随先到随先走 然后现在所有的车已经走了 我们可以右转了 这边转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说你右转一定要角度比较小一点 右转转小弯 因为在NPA的书上是这样写的 就是要Along the Curve 所以的话要沿着路牙子走 然后过来这条路的话 我们也主要是要注意线速 这边是小区路 所以线速是50 然后最佳的速度的话 就是40到45之间是最好的 然后前面的话 我们又看到了3Way的标子 首先的话我们要Tur Left 我们是需要停下来的 第二的话就是3Way的原则 是谁先到谁先走 我们先到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转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学校的标 这个地方的话没有提示 直接过来的话就是30 这个需要注意 然后我们对方向有车 所以我们要返回自己的道 然后这边大家又看到了 这边一时都是30公里每小时 最好的速度就是20到25 所以我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不要超过25公里每小时 因为你超过25公里每小时的话 很多情况下 你稍微加一脚油门 就会超过30 那就是超速的话是大事 超速的话就是是大错 然后的话就挂掉了 然后我们考试是允许10个小错 但是如果一个大错的话 就直接挂掉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要紧盯方向盘 我们再往前面的话 就看到了前面有一个AND的标子 然后看到AND的标子的话 就说明30的线速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速了 然后加速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条路的线速 最多是50 开到40到45是最好的 然后又看到了stop排 我们要turn left 另外的话 如果你能考到这条反方向的线路的话 其实你的运气很好 因为反方向的话 会比正方向的线路简单很多 转过来以后呢 我们要注意的话 就是继续要注意线速 也是小驱路 线速50 所以的话我们要开到40到45 然后这边往前走 我们正常走 我们前面这个路口 它right 然后要注意转小弯 然后转过来以后呢 这条路上没有什么障碍 唯一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 一个标 这个标的话就是前面是游乐场的 是地 这个标的话 这个标的话意思就是前面是游乐场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是小驱路 线速50 开到40到45 最好 然后往前面走的话 大家看到一个stop牌 然后前面的话我们要turn left 首先呢我们要停下来 因为stop牌前面的话是有行人道的 我们需要看有没有行人道或者骑自行车的 然后没有的话我们要慢慢往前溜 因为我们是要左转 所以的话我们要那个看直行车 自行车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了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有直行车的话 我们在这里是需要建立的 然后前面的话 大家看到了左边这条道是只能左转 正好我们也是需要左转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条道上就可以 不需要变道 然后前面红绿灯 我们要turn left 然后这个红绿灯的话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红绿灯 这个地方是稍微有点堆秤 然后现在的话是绿饼了 所以我们要上前建立 然后完了以后呢 往前走 然后正好看行人 没有行人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过来以后呢 我们要soon right 继续soon right 对 然后我们上了拍命了 我们的线速是60 开到50到55就可以 然后在这里的话 当大家看到你的右边有星巴克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地方要turn right 或者你看到这个房地产广告 就turn right turn right 然后转过来以后呢 这里就要注意线速从60变50了 就开到40到45最好 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执行 然后前面我们要turn left 然后前面是一个forway 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forward的原则 首先我们stop要完全停下来 第二forward 谁先到谁先走 我们完全停下来以后 我们要turn left 其他地方没有车 那我们是第一个 那我们就是第一个要走的turn left 转过来以后呢 第一要注意线速 我们还是50公里每小时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注意线速就可以了 然后stop排的话 我们要停下来 然后stop这里我们要左转 左转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隔离带左转 但是因为这边的车比较少 所以的话比较简单 然后现在我们的话要停下来 因为有执行车 执行车 因为我们是在辅路 执行车是在主路 另外我们是左转 执行车是执行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说 它的路权都比我们大 然后过来以后呢 后面没有车 我们就左转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呢 我们要soon right 因为左边这条道的话是左转道 所以的话我们等一下是要右转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左转道上右转 所以我们要到这执行车右转道 这个地方turn right 要过来的时候要注意行人 还需要看让行标 让行标说明我们是在要上Pamina了 我们是要让执行车 这边没有车 我们就可以过来右转转最右道 然后现在我们要并道 往左边并要soon left 然后继续往soon left并 因为我们等一下回NPA的话是要左转 所以我们要到 所以我们要并到最左道 这里的话也是需要注意限速的 因为Pamina上的限速是60 我们开到50到55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们有两条左转道 我们走最里面那条左转道 为什么呢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说你左转过去的话 如果是你是最左边的左转道的话 你回NPA只需要左转就行了 但是的话如果说你是在右边的左转道的话 你过去以后还需要变道 所以的话大家就提前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变道 另外的话因为是两个左转道 这个地方要注意如果我们左转的话 左里边的左转道只能走里道 外边的左转道要走外道 所以的话你在转的时候 你只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跨道走 这边是一个大的红绿灯 这个左转的话是有箭头 也有柄 所以的话就要注意 如果有箭头的话 我们的路权最大直接走 我们是左边的里道 所以我们要走里边的道路 然后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车头已经出来了 已经变黄了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要立马走的 不能犹豫停下来 然后过来以后执行注意铁道 我们要减一下速 过来以后我们就要注意线速 这条路的线速是前半段60 后半段是80 所以我们要速度要注意 然后前面红绿灯 注意红绿灯 如果是绿灯的话 我们可以走 如果红灯的话 我们要停下来 前面线速是80了 我们就要注意 前面红绿灯的话 我们在左边已经看到了NPA了 所以的话我们要左转 所以的话我们要首先要 到我们的左转道 首先呢我们要拐到我们的左转道 然后呢另外的话 就因为前面我们的道是红灯 所以我们要停下来 这个左转的红灯需要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大家要有耐心 一般情况下这个左转是个箭头 左转过来以后呢 在我们的左侧就是NPA了 一般来说过了这个地方的话 然后往左边要变一个道 然后从这里左转进去回NPA 你的考试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